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云服务器ECS实例相关的一些介绍 那么刚才提到了云服务器ECS实例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运行状态的ECS 那么它是ECS最核心的部分 它由什么组成呢 由这个CPU内存系统盘和运行的操作系统组成 它是ECS最最基本的一个资源 如果没有实例的话 你不能使用其他的任何的资源 比如说网络呀存储呀快照呀等等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 最最基本的事情要先创建一台ECS的实例 那么现在阿里云提供的这个实例呢 有两个系列 一个系列叫系列1 它采用的是英特尔的这个智强CPU 然后DDR3内存 然后系列2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系列 那它用的是之前的E52680V3的这个芯片 然后呢DDR4的内存 然后呢它默认呢为IO的优化的实例 就是说IO优化以后呢 它就是这个刺盘读写效率会很高 然后从此它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指令级 能够使这种整数和浮点运算的这种性能翻倍 所以整体是这个系列2的这个运算能力 计算能力呢会更强一些 系列2里头呢我们也分了 几种通用类型的这个这种规格吧 然后呢这个通用1型和通用2型呢 它适用于这种小型的外部应用 或者是中小型数据库 比如说这种在线游戏啊 数据分析啊计算的场景 那么它的CPU和内存的比例为1比2 分别为1比2和1比4 然后最大的规格呢分别 1型呢是64G 然后那个2型最大的是128G 然后呢通用的3型呢是它需要这种 它这个配比是比较大的是1比8 然后最大的规格也是支持到128G的内存 它适合需要这种大量的这种内存操作和查找的这种场景 所以如果大家的应用是比较通用的话 我们在通用1型和通用N2型的这个里头去使用 就去找你自己试用的实力就OK了 那么ECS呢它有哪些计费模式呢 它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包年包月 一种是按量计费 那么包年包月的这种呢 它是预付费的 然后它平均到每个小时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包年包月的这种 ECS的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随时去升级 然后呢 然后但是你升级之后呢 你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月 那你就是一直升级到这个购买 周期这个月结束 然后我们的这个可以升级的 就比如说你购买的这个ECS的时候 买了公网贷宽 那这个贷宽是固定的贷宽 而不是按流量计费的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比如说在某一天 最少某一天升级 随时去升级你的这个贷宽 那它适用于这种 比如说你的网站的这个 这个应用部署的环境 就比较适合放在包年包月了 然后它因为要支持这种 7成24小时的服务嘛 平均到每个小时的价格会更低 第二大类呢 就是按量计费 按量计费它是后付费 就是说每个小时它会计费一次 然后这个小时结束以后呢 它会把这个费用 从你的账号中扣除出去 然后但是它的问题 就是在于每个小时的价格 相对比较高 比这种包年包月的 但它适用于就 你不是一直要长期使用 比如你要临时做一下测试呀 然后你临时要做一些计算啊 你要应对一下你的业务高峰啊 你可能用几个小时 或者用一天就把它释放掉了 那么你用包年包月肯定不合适 用按量计费的会比较好 而且目前我们按量计费的 这种实力呢 它也不支持规格的 和带宽的升级 就是你买完那么多 就是那么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更应对更复杂 或者你会随着业务 去不断的变更你的这个 配置的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按量计费的 这种ECS实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实力相关的一些操作的演示 我们先进入一个ECS实力之后 我们讲到阿里云的官网ECS 从这里点云基础产品 云基础服务弹性计算 然后进入ECS实力 然后我们点击购买 在购买这个页面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包年包月 一个是按量付费 然后我们比如我们选择华东地区的一个 一个在这个地域里头 去选择一个实力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客用区 也可以由系统来自动帮我们分配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网络类型 那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其他的课程中去详细介绍 经典网络和专有网络 那我们默认情况下可以选经典网络 然后刚才我们讲到的系列一和系列二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的 那我们如果选择IOU化的话 我们这个自盘读写性能会有一定的提升 如果减少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个价格会有所降低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公网带宽类型呢 可以是按使用的流量去寄费 或者按固定的带宽 比如说我就买一兆对吧 然后流量的话就是我用多少算多少 然后这个的话 你就直接就算到你的价格里头去了 然后呢 我们在按量付费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限定 比如说我就能够承受的是五兆为上限的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五兆的这个带宽 然后选择公共镜像 比如说我们要用 Source in Linux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类型的 然后它算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磁盘了 对吧 然后我们选择磁盘 然后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我们还给它起一个名字 然后创建一台 立即购买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设置一下 如果对于按量付费 我们还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时间 在什么时间把它释放掉 我们点击去开通 OK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到管理控制台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ECS实力有没有被创建出来 这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华北一暂时还没有查到 大家不用着急啊 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啊 我们在华东一区域 那个创建的这台ECS实力 AnyTest 已经运行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有公网的IP和内网的IP 然后呢 关于一个ECS实力的这个管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点到这个ECS实力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它 当时我们选的可用区对吧 我们的规格 我们的镜像ID 我们的操作系统内存 CPU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关注 然后还有它的磁盘等等 然后呢 关于一台实力的管理呢 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去点击停止重启 然后我们因为是按量付费 我们还可以去设置什么时候释放 或者立即释放 对 包括我们的密码的重置啊 修改信息啊 而且可以通过这个 去连接一个ECS实力啊 等等 然后这个 我们复制密码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连接 OK 我们现在输入 我们刚才在创建的时候 OK 我们就进去了 我们创建的时候输入的密码 进入了我们这个管理终端 然后对我们这台服务器进行操作了 OK 好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很多有关于服务器的这个操作 然后包括我们的升级 然后安全组的配置 创建自定镜像等等 购买相同的配置 也就是说 实际上整个对于一个实力的管理 我们都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 非常简便的进行操作 那本节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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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